使用者他有一個什麼樣的request出去的時候呢 他接下來繼續做他的事情 他不用等 那這邊的使用者停一下 就繼續要等到 response 停一下再等 那這邊 這邊就變比較複雜了 這邊寫程式也變比較複雜了 所以我們以後寫程式的時候 就變成是 我要注意到 我要注意到後面的東西來了多少 後面的狀態怎麼樣 然後再傳給使用者 所以這個讓使用者方便 但是這邊就變得比較複雜 事實上這邊變得更不安全 走從另外的角度看 就安全角度看變更不安全 那 那這個是 這個 Asynchronous Model 非同步就是這個意思 傳統的這個我們可以說是同步的模式 傳統的這種作業方式 好 這個好幾頁了 這個就把剛剛講的其實 就 就同樣的再重複一次了 那我們看一個這個例子 那這邊這個例子是 就傳統的角度來看 這個 這個例子就傳統的這個 角度來看 使用者要輸入一個 這邊是有點小 使用者輸入一些他的姓名 然後他的這個電話號碼 Email這些東西 然後呢 他是 詢問這個書 要註冊 他買了一本書 他輸入了這些東西 要買一本書 然後呢 他用的作業系統是什麼 然後去做一個註冊的動作 這是這個應用 那使用者如果這樣輸 如果輸錯的話怎麼辦 輸錯的話 你通通送到伺服器端 伺服器處理完了以後呢 就告訴你這邊 這邊錯誤 對不對 那再 再改一次 再送過去 如果網路很快 電腦很快 可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 的這個感覺 但如果說 如果你的網路比較慢的話 那你輸出一次 要等他的回應再過來 輸一次再等他回應 你就感覺很慢 如果是AGS的形式呢 如果是AGS的形式 使用者輸入了這些東西 就有可能什麼 就已經送出去了 然後 我送到這個 Email的時候呢 Email可能我就送到伺服器 在那邊處理 注意到 Email不見得一定要送到伺服器 去Check 事實上也有可能 我的JavaScript 也有可能就在我的Client端 我程式嘛 就在 有些邏輯 其實我是可以在Client端做的 可是在Client端做 有點危險 因為Client端的程式 這個JavaScript程式 都怎麼樣 使用者 我們用 用這個Fivebug 用一些這個工具 我通通可以看得到 我實際上不用工具 有時候show Sauce Code 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JavaScript程式 原始碼 對 如果有人惡意的把程式碼 改一下 然後就把這個Request 再送到伺服器端 像做什麼Session Hijacking 有一些 這種做法 那就比較危險一點 所以 假設都還是伺服器端 在做這些checking 伺服器端在做這些checking的話呢 這兩個 就OK了 它就送出去 到這個時候呢 它覺得這個不對的時候 然後這邊給你一個 ErrorMessage 在這邊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一面 一面填 一面check 就不用把這個東西全部填完了 再來 再來 送出去checking 這個 這是一個 很基本的一個好處 那整個AGS的history呢 其實有一段時間了 其實最早這個要 要讚揚一下微軟 AGS2005年 這個 Jesse James Garner 他 他把這個名詞提出來 所以到現在才五年了 可是已經很廣泛在應用 但是他的根源 他能夠這樣做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呢 是1998年 十幾年前 IE 是IE4的樣子 那瀏覽器裡面 開始 他是第一個有這個SHR SMHC Request這個物件 他的瀏覽器裡面 多加了一個東西 來幫 使用者做 所以他多加一個這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多做很多事情 就跟這個 呃 其實有好幾樣 除了SHR以外 還有一個 過去不太好的一個 東西 但我們現在經常在用 叫做 iFriend Facebook 大量就使用iFriend iFriend就是 我可以在 在我的網頁裡面 多一個Friend 多一個Friend 它是獨立的一個Friend 你可以在後面做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可以 不要呈現 有些事情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 看端有程式可以執行嘛 我可以藏在這個Friend裡面 那iFriend是一種 SHR也是一種 iFriend我們暫時先不去談它了 那一件事的話就是 因為SHR 然後James Garner 那他 這是他歷史的這個部分 那然後就變得很 很被大家歡迎的一個機制 那 然後呢 我們就要看應用了 這邊時間可能不太夠了 所以 我想我們現在這邊先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下堂課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來看後面的 AGS的這幾個應用 好 好